北京时间6月19日,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访华行程,此访成为美国拜登政府级别最高官员的访华,也是美国国务卿时隔4年多再次访华。 在中美关系面临低谷的大背景下,布林肯此访受到极高关注,也成为观察未来中美关系如何相向而行的重要窗口。 此次布林肯访华意欲合为,期望达成何种效果?此次访华对中美关系发展又有何影响? 对此,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星博进行了解读。 吴星博认为,布林肯此访是推进两国高层交往的重要环节,也符合美国当前的利益需要。 因为美国的盟友是包括一些伙伴嘛,都是表示担心这个中美关系的恶化。 第二个呢,当然也是回应美国国内的一些关系,特别是美国商界的一些关系。 他们是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尽快地改善对华关系,特别是改善对华经贸关系,因为这个关系到他们在华的经贸利益。 第三个呢,我觉得美方呢,这个也对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,感到担心,在台海呀,南海,所以也希望通过这次访华,来跟中方呢,恢复或者建立一些有效的沟通机制,来进行危机管控。 去年11月,中美两国元首在巴黎岛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,同意双方外交团队保持战略沟通,开展经常性磋商。 然而,美国此后的一系列错误言行导致两国高层交往陷于停滞。 吴金博认为,布林肯此次访华意在恢复与中方的沟通渠道,并以此为契机开启中美高层间的交往。 在访华之前,吹红会长也讲到,这次访华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跟中方恢复一个高层的渠道板,以此为契机呢,实际上是也是这个启动下一个阶段,中美之间的高层的交往,这是它访华的一个重要的目的。 所以接下来,美国其他的这个内阁成员也是计划要访华的。 此次访华行能否成为中美关系由低谷开始散好的契机。 吴金博认为,中美关系的改善必须要解决一些具体问题,美方接下来如何行动,有多大诚意是关键。 中美关系真的要改善,那必须呢,要解决一些具体问题,要在一些合作的领域,达成合作的意向,要解决中方的一些重大关系,比如台湾问题。 那么目前看来,主要还是双方开始了这个高层的接触,高层交往的恢复,就肯定能够导致中美关系的改善,那不一定。 我觉得还是主要起决于美方的表现吧,有没有这样一个诚意,有没有这样一个决心,除了这个开展中美的高层交往以外,是不是真的要改善关系? 至于这个来往,是不是能够达成这样的结果? 那要看接下来其他的互动,比如说这个经贸的,或者是讲日文交流方面的,等等。